小明的妈妈正在敷面膜 这时候门铃却响了 小明的妈不方便去硬门 所以就叫小明过来说 儿啊,你快去开门 我现在不方便,见不了人 然后小明就赶紧去开了门 一看,是爸爸 爸爸一进门就问小明 你妈呢?怎么不在家吗? 小明说 妈妈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 酒店里的酒保在门口招呼大家进去 他说,哎,大家快来哟 我们酒店有个客人说 他喝酒的时候 每个客人也都可以喝酒 于是有些客人就跟着进去了 瞧见那正在喝酒的客人 他喝干了杯子里的威士忌 然后大声喊道 哎,我要再来一杯 每个客人都可以再来一杯 大家听得非常高兴 于是怀着感激的心情 又干了一杯 然后这个客人喝下了第二杯酒 他从他的度腰里拿出了两块美金 钞票啪一声放到柜台上 大声叫道 我付账的时候 每个客人也该付账啦 老师在课堂上教育大家说 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缺陷 或者是不幸的时候 千万不要嘲笑 应该给予帮助和同情 这一天 大狗子对老师说 今天校园里有一个小孩 跌到水坑里了 大家都在笑 只有我没有笑 老师说道 哎,大狗子你做得真好啊 那今天是谁跌到水坑里了呢 大狗子回答道 是我 在酒吧里 两个男人正在喝酒 其中一个问道 哎,你平常一天只喝两瓶 我看你今天好像喝了四瓶了耶 怎么还不停啊 另一个回答道 哎呀,其实我喝两瓶就差不多啦 但是我非得喝四瓶不可 不然我老婆不高兴 只见另外一个男的说道 怎么会呢 一般老婆不都不乐意 自己的丈夫喝酒吗 然后就听到他回答 你不知道啊 我每次喝的酒一到家 我老婆总是埋怨我说 该死的奴才 你今天又喝了个半醉 一个年轻的姑娘正跟她的男朋友在电话里聊天 因为聊了很长的时间 姑娘的母亲为了女儿安全着想 于是把电话抢了过来 问道 喂,你是我女儿男朋友吗 你姓什么 只听电话那头说 我姓魏 然后这母亲又问道 为什么 男方答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爸爸和爷爷都姓魏呀 今天跟男朋友出去吃麻辣烫 最后结账的时候 服务员说 六九七十八 那您就少给点吧 给七十五得了 我一听心急了 就说 哎呀,我们都是老顾客了 应该优惠 好不好 给你七十算啦 只见服务员勉强同意 于是我们高兴地离开了 心中暗暗自喜 在一个婚礼上 新郎大声地对新娘说 其实啊 我爱上你之后 我还爱上了很多人 这时候台下一片哗然 新娘也惊呆了 看到这情景 新郎满意地继续说道 很多人 包括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还有你的朋友啊 台下掌声雷动 只见新娘子顿了顿 问道 也包括我的闺蜜吗 有一次小明放学回家后 对她的妈妈说道 妈妈 我是我们班上力气最大的 我以后啊 一定能成为一个大力士 妈妈问道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 哪来的自信 小明说道 老师给了呀 我们班主任是这么说的 她说我一个人啊 总是拖住了我们全班的后腿呢 丈母娘今天到我们家里来 告诉我们 孩子们啊 睡觉的时候 应该头朝北 脚朝南 媳妇问道 这是什么迷信 丈母娘说 这不叫迷信 这是有科学根据的 你没瞧 电视上面说的 如果人这样子睡觉啊 就不会切割南北极的 慈感线 听得我笑得一口水 都喷得出来 然后我就叫孩子 过来来爸爸这里 然后就开始 把他们旋转起来 丈母娘说 哎 你在干嘛 我说 我在让他们发电呢 昨天 我去了一个女同学家 她以前 是我念大学的时候 的一个暗恋的对象 只是 我从未向她表白过 现在她已经结婚 并且有一个女儿 她家的小女孩 特别可爱 并且吵着 要认我做她的干爸爸 于是我把她抱起来 问她说 做你的爸爸 有什么好处啊 小女孩想着想 就说 你可以和妈妈睡觉啊 我看了她妈一眼 顿时看到她羞红的脸 并低下了头 我心想 哇哦 是不是有人教她 这么说的呀 一个小兵 喝得酩酩大醉地回到营地 她的长官告诫她说 以后不可再喝成这个样子了 你何必喝成这么醉呢 如果你不喝酒 可能已经升到上等兵了 更说不定已经当军官了 你知道吗 小兵说道 报告上尾 只要我一杯酒下肚 就觉得自己已经是上校啦 一个男子进入厕所 才刚坐下来 把门关上 就听见隔壁传来 问道 你来了吗 他答道 是啊 可是心里想想 隔壁是谁啊 我认识他吗 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 奇怪 又听到隔壁问道 你来干嘛 他很生气地说 拉死啊 来这里能干嘛 隔壁又问 那你什么时候走啊 他想 这估计这个人有神经病吧 他懊恼地说 拉完就走啊 这时隔壁又问 那一会儿 你来我这里一下吧 好吗 这人心里一惊 哇 原来是同性恋啊 他大骂到 你他妈的 变态 隔壁又说 我先挂了吧 一会儿再跟你打过去 我旁边来了个牛逼 他老是跟我接话 一只乌龟正在河里面洗澡 被癞蛤蟆看见了 乌龟说道 嘿 没见过像我这样的美女吗 你瞧瞧你 你的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带蛤蟆想了一会儿说 没 你就别逗我了吧 难道你没瞧见 我身上都已经起满了鸡皮疙瘩了吗 坐在长途旅行的大公交车上 当车子快到服务区的时候 师机对后面的乘客大吼了一声 大家注意啦 要上卫生间的 麻利点 动作快点 最好提前做好准备 旁边坐了一个哥们 他弱弱的问道 我们怎么提前准备啊 难道现在就把裤子给脱了吗 有一回影帝葛优 请朋友们在餐馆吃饭 吃到一半 他去上趟厕所 回来的时候 裤管居然湿了一大块 朋友不明白 问 你的裤子怎么弄湿的呀 葛优说 哎呀 自从我成名之后经常这样 朋友说 经常怎样啊 葛优答道 可不是 经常站在我旁边一起撒尿的 突然转过来对我大叫 这不是葛优吗 今天下午和一群女同事们聊天吃饭 突然有一个女同事指着我说 你真不是男人 我一听就火了说道 你说我不是 要不要我掏出来给你看 这一群女同事都笑开了 其中有一个罪牛说 你掏啊 你掏啊 于是我就迅速的把我的身份证 掏了出来 非常谢谢您的观看 请点赞 分享 和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